兔子姐姐 你会调颜色吗 什么回事啊 颜色都不见了 红色 黄色 蓝色 看来我还笑一只画笔 我要把卧室的墙刷成黄色 兔子姐姐把墙刷成了黄色 我要把我的床刷成蓝色 太喜欢了 我还要把我的衣柜刷成红色 yes 搞定 看来该吃东西了 兔子姐姐去找好吃的 橘子的颜色怎么不见了 这里没有橘色 我需要两种颜色混合成橘色 你们知道是哪两种颜色吗 对了 是红色和黄色 橘子的颜色回来了 真好吃 再来一串紫葡萄 葡萄的颜色也不见了 哪两种颜色可以混合成紫色呢 一起来试试黄色和蓝色吧 不对不对 那就红色和蓝色 对了 你答对了吗 快给自己点个赞吧 紫葡萄最好吃了 再来一个大西瓜 这个条纹应该是黑色的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颜色可以变成黑色 要不就试试所有的颜色吧 涂到外面了 没关系 我要吃一个黑色的大西瓜 我也变成了黑色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兔子姐姐的发裤是什么颜色的吗 是红色 对了 衣服呢 是黄色 没错 裤子呢 红色 衣服 我耳子呢 是蓝色 我变回来了 谢谢大家